再一次 柯文哲籃球技樣 秀一下 卻 怎麼投 球破籃框就彈出來 柯文哲不放棄 知道第七顆才順利進籃 這個叫年久世修 以前的 消失後 消失後 460度環境螢幕緩緩升降 這是全台唯一跟美國直籃NBA同樣規格 被市府因為市道運華21億元打造 和平時小籃球場 卻因為觀眾席只有7000人 太少不能打決賽 其實我在我當市長之前 幾乎場館的位置都已經定了 適用不同的觀眾人數 設置不同的場館 就好像你不會 台北市只賣XL的衣服 都沒有其他賽事 好市府的決定 讓柯市府哀罵浪費公帑 市大名命運多喘 從場地餐飲到硬體市被招標 不斷有負面匿名爆料 我說一定會有的啦 通常沒有得票的廠商 多多少少都會檢舉啦 幹什麼 這也還好嘛 你就 我倒覺得這樣啦 被檢驗也不是什麼壞事嘛 就是被檢驗 有缺點趕快去改一改 各種扯後腿 柯文哲只能蓋瓜成瘦 台灣的第一次小奧運 結果好壞也關乎柯文哲 拼連任成敗 現在我們今天全文 S小台北報導